今天的说新闻单元带你来聚焦到 在这两天引起轩然大波的食安问题 好事多从上个月被爆出来自智利的 冷冻三种综合酶 遭到A肝病毒感染之后 在今天又再爆出了 冷冻的蓝酶也出现了遭到污染的情况 食药署在今天证实了 有一批从美国进口的 这个出口的冷冻蓝酶 一共是有15236公斤 已经遭到了验出了A肝病毒传染 而且这一批冷冻的蓝酶 目前证实了是必须销毁的 还好并没有流入市面 不过欧美传出了多起冷冻莓果 出状况的确让很多民众 吃得人心惶惶的 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资料显示了 截至到4月25号为止 一共之前有出现了8例 是遭到了A肝感染的个案 而他们在发病之前 都曾经吃过冷冻的有机草莓 而像这样的案例 更让大家担心的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来看看更早之前 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 包含了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在内 4个州就曾经出现过多位民众 因为喝了冰沙饮料 而遭到了A肝感染 当时的起因是一批从埃及 产的冷冻草莓出问题 遭到污染而导致民众感染上A肝 那么民众就很担心了 A肝的病毒存活力很高 到底该怎么防呢 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来了解一下 A肝病毒的特性 它其实是可以存活在人类的手上的 而且很厉害 它可以藏起抵抗淡水海水 甚至是废水的污染 在土壤当中也可以存活 尤其它还可以抵抗低温跟冰冻 消毒剂跟酸 也没有办法对它造成伤害 不过是可以被高于85度C 超过60秒的加热 还有氯跟辅马林 是可以让这个A肝病毒可以去活化的 整体而言提醒大家 其实A型肝炎是一种跟环境卫生 有关的这个状况 好发于卫生条件 不佳的环境 尤其容易经过这个粪口的感染 这个部分是要特别留意的 那么A型肝炎虽然致死率不高 不过会造成长达数个月的病症 出现哪些症状要特别留意呢 尤其出现像是发烧 倦怠 食欲不振 呕吐 腹部不舒服 以及黄胆等等 这些在经过潜伏期之后 都可能浮现 而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千万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其实每一次经过主管单位机关 经过市售或是进口的蔬果检验的时候 有一个蔬果常常是榜上有名 是农药超标的 吃哪一个呢 来看看 是草莓 其实国人很喜欢吃草莓 也是国人很爱的水果之一 但是因为农药问题 而被列明为是最脏的水果 来看看这是2023年 美国的农产品农药残留指南 美国农药残留最多的蔬果呢 第一名就是这个我们很爱吃的草莓 其余包括了菠菜啦 羽衣甘蓝 芥菜 桃子 梨子 甜桃 苹果 葡萄 甜椒 辣椒等等都榜上有名 还有樱桃 而其实呢 这一次验出有问题的蓝莓 也榜上有名 名列在第11名 那其中呢 大家最爱吃的草莓呢 甚至是已经连续8年夺冠了 这农药呢 残留几率非常高 那么到底栽种草莓的时候 用药为什么容易比其他水果来得多 导致最终的残留量超标呢 来看看专家的说法 专家说呢 因为草莓呢 并没有果皮 当然就比较脆弱 而且呢 受到病虫害威胁的风险呢 也因此是比较高的 而且它生长期 都有可能受到病虫害的威胁 种植并不容易 所以导致呢 很多农友在喷药之后 发现没有效果 结果就一直喷药 也容易造成最后的检验 是没有办法过关 那么到底该如何避免吃到 农药残留量高的蔬果呢 来看看以下呢 有几个步骤呢 清洁步骤来教大家 一开始要先把草莓呢 浸泡3到5分钟 泡完之后呢 记得要先用流动的水来清洗 仔细地把每一颗果实清洁之后 最后这个步骤 再去除地头 要吃的时候 再把地头给切除 记得要吃再洗 洗完马上吃 如此一来 经过这几个步骤呢 您就可以安心食用 也不用担心 吃进太多的残留农药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说新闻内容 好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